鄉親啊 繼續來看這間 破路破到一半 這個冷藏刀竟然是複雜 這麼嚴陷的事情 發生在新北市的房間 這個冷藏刀 扁開噴火杯的這個酒頭角 講到三個甘藍 現場的高溫 也把甘藍放到 其中一個甘藍有六十%的熱湯 整身庫都是火 這個氣勃噴杯的點子加底 又講破一台橋車的洞峰寶蕾 我們看十八到二百五十公車 我這個工廠的處罪店 上當的驚人 這次發生在新北市的房間 的地方路 現場很混亂 不知有意義 在這三樓所有的湯也破空氣 最少就是這個家室 他的車還要倒完 讓這桌頭說一個洞峰寶蕾 破一大空氣 打到前掌之後又看到旁邊 所以剛好打到副駕駛 沒有打到 上午也有四五十公斤 像是搗蛋 那我是在外面聽到這樣子 瓶啊 破壞了人口罌 破壞了這二百公斤 要在講到鑲村的處罪店 這裡嚴重的鑲安議員 差不多了解 譬如說有多少 出判是沒有瓦斯的濃度 那可能是因為沼氣產生的 那至於什麼什麼原因 引起沼氣的氣爆 這個部分還會在調查 這個地方三明星人 都是公機嚴重的 漏工 還有各位在這大國找漏洞 稍微想這件災害 保存消防也在調查報災完異 一定要讓公共安全 到時間安全 做到最好